一座人與藝術共生的劇場《扎根在地》也埋向國際 台中國家歌劇院由藝術總監邱苑領軍 攜手副總監汪宏邀請熟人國際策展與交流的燕紀瓶加入行列 他憑藉著在紐約東南亞推動藝術文化交流的經驗 可以發揮跨文化協作專長 破壞節目 藝術教育策展方面 帶領歌劇院更具國際交流能量 中部地區有季瓶的參與 我希望能夠把中台灣的藝術環境跟場館的營運 也都能夠完全接收 在未來 不管是哪一位 我都覺得能夠把台中國家歌劇院的營運 把中部地區的藝術環境的帶動 絕對是比從台北的天龍國 我當初走的那條路 就從天龍國來的這種空降要更有力 季瓶從他的視覺藝術的角度 分析了他的看法 他的觀點跟對團隊的期待 那我從他的言談 我認識了他 我覺得這個人是一個有國際觀有宏觀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包容的心 他能夠看到團隊或者是藝術家的潛力 那如何支持這些團隊跟藝術家往國外走 總監找我的時候我就想我去過歌劇院看過節目非常多次 雖然我過去這十年 過去的十二年有十年大概有約 可是我只要在台灣的時間 可能有一些朋友都知道我就是很大量的看節目 因為我必須要收集非常多台灣團隊的製作和資訊 那我到過歌劇院非常多次 我覺得歌劇院做得非常好 所以總監找我的時候我當然非常的開心 覺得這個賞勢對我來講就是一個獎勵 可是我也很緊張 因為我很怕我們有辦法做得更好 但是我相信我們三個人加總在一起 一定會比過去開創說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三位女力將攜售實踐歌劇院非典型劇場特色 品牌升級強化與國際的連結 我跟汪宏的交集是在紫風車文教基金會 當時我們一起坐紫風車一起坐綠光劇團 也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汪宏是一個 什麼困難都能夠解決的一個藝術行政人才 因為做劇團你在外面打拖一下 你總是有無法預料無法預期的問題 那汪宏都能夠解決 帶了那麼多團隊還有那麼多臨時人員 那麼多志工都能夠 請聽大家的困難然後立刻解決 所以我當時邀請汪宏跟我一起到台中打拼 也是看著這個能夠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都可以立刻解決的這種能力 季萍呢很多人都很好奇說我怎麼認識季萍 我問了季萍我還燙頭髮 因為我相信大家已經都看到季萍看不到我 所以我就必須要看著頭髮讓大家看著 喔 邱源你換了髮型了 不要開玩笑 季萍跟我的領域兩個不太一樣的板塊 但是相同的是藝術 視覺藝術跟表演藝術 那季萍被外派到紐約 開始不怕困難的去接觸表演藝術 把自己的這個我常常講說 survival skill 他有非常好的survival skill 也可以經由他這種打不怕死不退讓的這種精神 讓我們表演藝術團隊到了外地 到了國外都能夠很順利的展現 也都能夠背叛到 總監跟我談到非典型劇場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出動火 因為剛好過去這些年 在國外有非常多不同的經驗 接觸到不同的場館 不論是所謂的視覺藝術的 博物館的美術館 或者是表演藝術的 劇場的藝術中心或藝術界 其實時至今日 就像我們已經不飛鴿傳輸了一樣 很多的事情 我們已經用非常現代化 非常當代的方法在處理 那藝術策展 包含表演藝術的策劃 整個藝術節的構思構想 其實都是 其實我們已經不能用過去的知識 解決外來的問題 所以在很多的策劃上 我們都會要有自己跳過方架的思維 那因為秋元總監過去 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就是在 他已經練習了非常好的基礎上 要再往上加一些 那剛好過去在國外有一些連結 然後這些人脈 是適時的可以用在各劇院上 所以我最近就跟藝術界的朋友說 以前我在做國際交流的時候都是無私 但是我現在真的是有私 我就是一心向整個劇院 那當然這些回饋到台灣 不論是我們把台灣的製作帶上國際 或者是把國際上好的製作帶回來台灣 其實都是還是為台灣好 所以其實講到最後 我們都是為了台灣好 其實還是無私 那節目的破話 就是追隨著總監的腳步 因為總監剛剛破題的時候 講到了藝術總監制 這個的確是在國際上行之有年的一個概念 就是今天我們之所以有藝術總監 我們就是相信了他的視野 他的專業 那這個藝術總監他的破話 跟我們的團隊一起 我們如何把這一件事情能夠做到最好 那所謂最好並不是專精 只往下深入 我們也可以橫向的向外擴展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節目的企劃 還有節目的推廣上 都會盡量把這個光譜開到最開 音樂、舞蹈、戲劇、文學、影像、科技 幾乎都會被我們含瓜在裡面 所以我們擁抱各個領域的藝術家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夠跟藝術家一起激盪出很多元的 很有趣的一個不一樣的視野 然後新的面向 其中形象公關部其實是原來就是我過去的工作經驗 或者我跟媒體們大家其實都很熟 那在過去三年多的奠基之下 不管我們講所謂的媒體公關 其實在自媒體形象的部分 我相信其實大家對歌劇院有一個不同的認識 就是除了我們劇場的精彩演出之外 我們非常多的活動 包括公共港、包括講座等等等等 讓大家對藝術的距離好像不是那麼遙遠 也讓台中的民眾願意進到歌劇院 不是只有買門票才可以來到歌劇院 那我想說在接下來的這個階段 就跟總監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希望藝術跟生活那個連結 可以更不著痕跡 就是它本來就是藝術應該融入在生活裡面 比如我們今天喝的一杯咖啡 或者我們在慕容和唱團的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其實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在我另外負責的一塊是顧客服務 顧客服務當然有一塊是我們講觀眾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就是購票的觀眾進到歌劇院 在進劇場前都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經驗 包括地線人員的部分 那在所謂我們剛剛講的各個年齡層 各個年齡層 包括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在規劃我們今年聖誕節了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因為它有呼應到我們的非典型空間 那去年我們在聖誕節 大家可能也有看到我們自媒 就我們有一個現代老公公 都倒栽在我們的六樓風化的火山地 相關的周邊的活動 包括大家知道我們住店的餐廳 其實這幾年一直有很多不錯的餐廳 它願意加入歌劇院 也因為餐廳的特色 它會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民眾 然後來到歌劇院 然後往後願意打卡 往後打卡以後就會有年輕人來追 所以非常非常很多 就是因為我們會是所謂的希望 就是歌劇院不是大家想像中是一個 基本上很難進入的一個場館 它真的跟大家的生活有關係 針對會員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能讓會員的黏著度更高 那會員的部分不是只有購票折扣 那我可以規劃什麼周邊的配套的 讓他會覺得我有這張會員卡 我會跟 不能舉例講其他的 就是這張NTT的會員卡 它除了所謂的折扣之外 我有專門投會員的 像去年度我們辦了非常多 包括張靜的身體工作坊 只有會員才能參加 所以會員會覺得說歌劇院 其實把我當作是夥伴 好會針對我 好針對著不同年齡層 去特別設計 今年歌劇院更與魏武營推出 雙管齊唱歌劇套票 享八折優惠 周邊住宿與高鐵優惠皆已就緒 住館餐廳也規劃歌劇主題菜單 期待串聯全台灣願迷 隨歌劇旅行享受生活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請你來記者文君台北utes 臉書想說 請你來記者文革 二十四一,二一